其实很多人也跟我说 有一些劳工他确实 他认为加班对他比较有利 那或者是有一些劳工认为 你死给我一百倍钱 我也不要加班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多一点沟通更好 我一直认为一地一休这件事情 我找不到到底源头是什么 或许吴委员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行政院 他就在跟资方谈了这个事情之后 关起门来 他不跟社会大众做广泛的多元的说明 就去跟你们的立委 就做一对一的沟通了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 跟老公没得谈 他不可以这样子 那年金改革也没得谈 年金改革你还要开一个公民审议委员会 从程序正义上来讲 我觉得如果年金改革要沟通 那为什么一例一休 这件事情不要沟通呢 那不要沟通的原因是什么 那这里面有他一个决策上的一些漏洞 一些缺失是可以回过头来 来来来看是怎么回事 我到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行政院哪一些官员 去搞下了一个一例一休之后 关起门来去跟魏 我看报纸是说跟魏环的这些委员一个一个沟通 那那劳工算什么呢 所以这个时候劳工他们提出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不平之名 我们也没有办法反驳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或许我真的是比较偏真理想性 这件事情不会找不到方案的 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 劳方跟资方再给他一个妥协的空间 在有一个自我选择的方案不行吗 我们的媒体界就有 后来不是就有84之一条吗 对不对 那我一直觉得 就是在这个圈圈里面 劳动部跟行政院到底出了哪一个地方 它那个电线的那个交接的地方 就有点有点出问题 那很可惜滑不来 这对民进党来讲真的滑不来 我觉得这件事民进党有点亏 可能会掉 我觉得我的判断 我觉得掉个两成选票 不会啦 我要说明 那两成也不会跑国民党去 我来说明大概分两部分 刚刚QQ姐主要大概提出两点质疑 就是说那天开会的议程 为什么一定非得林初分来不可 我们民进党团没有这样主张 我们民进党团是认为说 只要他能够表明林初分有找吴郁群代理 就可以了 问题是我刚刚讲那个场景 大家要回顾 时代力量站在主席台上 然后国民党也来了 基本上他们认为林初分不到场 这个议会不能开始 这是国民党跟时代力量两党共同的主张 那民进党团主张说 我们授权了一个代理主持的人来 就可以代理主持 时代力量跟国民党跟你讲说 那林初分没有完成签到手续 因为时代力量跟国民党要两立嘛 他反对一例一休嘛 就抓到这个机会嘛 其实国民党跟时代力量两立也不一样 这个等一下如果进一步细节 我再说明 那民进党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说 不管只要吴郁群来主持这个议会 议事规则怎么样有争议你都可以不处理 你就强要被贴上国民党化的标签 第三个将来议事到底有没有算数 又发生另外一个争议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不是民进党主张说不能找一个人来代理开会 民进党是主张可以的 因为我们多数党在未完总共十五个委员 民进党就占了十个 所以如果民进党硬要的话 会弄出一个非常强硬而难看的姿势 去拿到自己硬要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是有争议的 那我们党团成员大家开会说 第一个不宜这样 这样的确让社会又掀起另外一个战场 另外一个争议 第二个这件事情也还需要 更进一份充分的沟通跟说明 如果能够有帮助的话 释缓责缘 这是第一个部分跟Coco姐的回答 所以那一天的状况之后 如果林淑芬有到 然后签了名 然后坐上主席来说会议开始 那我现在请吴玉琴委员帮我代理主持 他再离开 这些争议都不会存在 所以这是为什么党团希望我七点半 要去他家找他出来的原因 但是并不是说民进党 认为这个会议这样就无效 是后来其他的党团 认为这样不可以 所以有一个很强烈的争执在那个地方 如果会议真的开下去 如果真的表觉的话 那么民进党真的就让这个一休一例过的话 那么劳工这样的反弹 那你就说嘛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争议嘛 这个跟党产不太一样 党产你硬来 所以林淑芬委员救了民进党了 不是吗 那那你的前提是 你认为这个恶利是对的 应该是说恶利是劳工的流氓吧 但是依我的了解 我得到的资讯 在劳动部跟各界沟通过之后 有非常多的工会有沟通 大部分的工会是可以接受一例一休 可是这就 少数的工会当然他们很坚持 他们不赞成 这是我们来到节目当中 有些劳工代表认为说 你们没有找那些不赞成的人 有找了 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听得下去人家的解释 我认为是这样子 一个执政党你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弹性 为什么 因为劳动基准法 它是一个最低的基准 如果你让他失去弹性之后 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 我这个不是在恐吓大家 因为我每次只要举出不好的例子 就很多那个工运团局都开始 你看你又在恐吓大家怎么样 我举今天的新闻为例 大家看到今天的客运 驾驶司机缺人 所以他说他要减班 在偏远的路线 他要让这个时间稍微拉长 因为他说少了一百五十个 一千五百个驾驶员 那这个争议是从哪里来 争议是从过去驾驶员 他们的劳动条件 他们比较不好 他们要坐比较久之后 然后一次休比较多天 那你现在因为你七天 八月要开始 七天一定要有一个cycle 因为这是为了解决 这一次的争议 有很多劳工就在讲说你以前有很多劳工做十几天 然后才休兩天 这是不对的 那大家考虑说为了让大家有充分的休息 所以七天一定要休一天 另外一天叫做休假日 那天是如果你要来加班 雇主如果叫你来加班 第一要经过劳工同意 前提要经过劳工同意 那你当然你又要跟我辨讀二老板 然后他不同意 问题是我们定的是法律 你刚刚填耀那是法律執行能不能的问题 我现在是法律该怎么规定的问题 那有了这个弹性可以调挪之后 第一个可以急价 我以我个人为例 我的新庄有一个山羊这个工厂 他是做冷气的 这个他们的劳工领袖亲自来跟我谈的 他说他们过去因为做冷气有夏天 夏天跟冷 跟冬天 他们真正的旺季是二三月 开始一直努力做做做到七月底 八月初差不多七月 然后八月之后就是淡季 他们过去几十年来都这样 因为他们工厂福利不错 很多劳工就是一个礼拜先修一天 剩下那一天弹性急价 急到十几天 然后公司会带劳工一次出国 旅游十几天 在淡季的时候 那他们很担心这个弹性不见 可是委员你现在谈的多半 就是说他是一些个案 但我们当初也讲说 其实这个劳基法 适用于所有行业是有问题的 是那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框在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要修的是劳基法 对 那你现在修劳基法 你要给他一些弹性 那如果你的恶力 国民党的恶力是假的恶力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国民党他讲说 他的恶力是完全比照公务人员 大家知道吗 公务人员的那个立价 跟劳工的立价不一样 公务人员立价是可以加班的 多到不行 所以他的立价是可以加班的 当然你后面有其他补的程序 如果照国民党现在提案这个恶力 劳工连周休二日 如果遇到二老板 连休一天都可能都不见 那一立一休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方案 但是我们研判综合的情况 他是多数人虽不满意 但是可以接受的方案 那我们为了弥补让老老板不要随便叫劳工加班 第一个大家我记得我强调这一点 每一个月的加班时数四十六个小时 是不能跟动的 所以你如果叫人家礼拜六来加班 你在周间上班的时候 你能叫人家加班的时间就少了 OK 那周六加班 因为是前面两个小时一加一点三三 就是总共要付二点三三的薪水 后面六个小时一加一点六六 就是付二点六六的薪水 然後做一个小时以上 就做一个只要有来就算四个小时 超过四个小时就算八个小时 就是让老板知道说 如果你叫人家星期 就休假日来加班的话 加班 你的加班的那个成本会增加很多很多 你就暂时以假质量 照减少你老板 叫人家休假日来加班的诱因 是基于综合考量在很多的不得已中的权衡 那这中间有我们的思考跟选择 这个方案在行政立法协调汇报 那么多立委参加开会 大家有讨论 有 现在我们很遗憾的 就是说 就是刚刚你讲的 支持育力休的这些劳工团体 他们没有办法发声 因为这一个是他们能接受 但是不是完全满意的案子 但是坚持反对人 他就是拼命很坚持他原来的理想跟想法 坚持的强度到什么程度 就是要绝食抗议 那就像你讲的 今天这个是一个选择 像Coco姐刚刚讲的 我也认为这是一个选择 那这个选择 如果你坚持非不加班的劳工 因为法律有明定 要劳工同意 雇主才可以叫他加班 你也可以用生命捍卫 因为你坚持不同意 那如果因为你不同意雇主 就把你解雇 这也违反劳动基準法 剩下的是执法的行刑 执法的问题 执法的问题 现在劳动部 他要增加非常多的劳动检查人员 下去检查 事实上我像高议员 可能有遇到这样的陈情案 就是现在台北市的劳动检查 做得比较周延 已经很多的雇主一直被罚 那甚至也到处找名义代表 在问这些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 我敢在这个地方讲 我也一直公开这样讲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 不可能人人都能接受 但是他是大多数 在不得已中的选择 OK 委员 今天今天以驾驶员来讲 他需要的是弹性 如果你绝对要周修所谓的恶力 因为没有弹性 所以要五组人轮三班 才可以解决你这种服务业 全部的问题 就老板少赚一点 员工多顾一点 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 平班减班 我觉得那是客运的老板 不负责任 然后就把这问题丢给消费者 这是两个逻辑 成本增加之后 当然老板愿意吸收 他有良心 他愿意吸收 他愿意多付出 很好 但是我们定的是一个基准法 所谓基准法是最低标准 那也有人讲说 那你受不了的老板 你去倒闭没关系 的确 慢慢的这些最边际 最没有办法获利的企业 他会慢慢被淘汰 可是你一步淘汰 如果你一下子淘汰的太多 一下子变弄得太严重 那有一部分的劳工 会面临馬上失业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在要进步当中 大家考虑速度跟考虑如何往前推进 引起对抗性最低 然后所以这个是执政者在很多的为难中的一个选择 不過我要话说回来 还是一点 这个方案再怎么样子讲 都比原来国民党时代案子要好很多 我刚才你讲的那个我都觉得非常的有逻辑可以讨论 只是其中有一段 就是说劳工可以誓死捍卫他的不加班权 这个前提是存在的 可是对于很多劳工来讲 他恐怕很怕 就是说这个部分怎么解决 就是当他别人都去加班了 那他不加班 那他会不会被同侪排击 第二就是他会被老板当成眼中钉 你眼中钉没了 当然眼中钉好小子 你不配合我 像这个部分 就在食物上 对我们在在这个对 就是在食物上的时候怎么样让劳工他觉得这一条可以接受 因为我听到的是好几个劳工人士 他们所担心的就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空间是漫天的给 但是但是因为因为你如果从劳工的角度来看 他们就会觉得有所畏惧 那这一点 可能是要要要多对话 我想对话一个对话当然有需要 但是有一个观念我这里要提醒 我一直强调那一点 希望大家听下去 每个月最多加班四十六个小时 这个条文是没有动的 当你休假日叫人家来加班这八小时 也算入这四十六小时 所以当你休假日叫人家来加班的时候 你原来周间加班的时数就相对减少 那周间加班的时候所付出的成本比较低 休假日加班付出的成本比较高 如果你是雇主的话 除非万不得已如果我是雇主 我会选择请劳工在周间正常的工作日来加班 我可以付比较少又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这个是一个选择 那同样的都是只有四十六个小时可以运用 你如果叫人家休假日都来上班 你的那个周间加班就不见了 我了解 这个是法律强制的 其实博委员你的说法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民进党的说帖也非常清楚 可是劳工还有广大的这个网友不买单 不买单就是不买单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理性的思维 就像跟那个猴子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一样 有的时候是一种Kimoji的问题 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劳工嘛 资本家其实是少部分 好 我现在要问的是 也常常在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开除党籍的边缘徘徊的高嘉瑜 怎么看林淑芬 你没这么言动 我其实也真的被送过几次 就是说对外发表好像对民进党不利的言论 然后曾经一度要被送到中平会 然后去处理之类的 那又像我们这种比较没派系的 确实会感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但是也是仅止于就是类似这样子 但是也没有实际上真的对我 像杨伟中或国民党真的去开除 寄国洞或是杨石秋 或是这样 其实民进党是不会这样 但是我觉得林淑芬委员 那是在野的时候执政警拍共 对 但是他的坚持 我觉得当然他有他的理想 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捍卫劳工的权益 但是在民进党多数人的角度 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捍卫劳工的权益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争取更多选民的任何 我们也支持两例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都支持两例 可是今天一例一休 这个就如同刚刚吴委员讲的 是民进党在衡量所有的情况之下 觉得是最有弹性 能够兼顾多数劳工权益 跟这个大家的想法 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可是问题是站在劳工的角度的时候 这些劳工或者是网路上 这些年轻人他们觉得说 你民进党说的这么理想话 你说这个劳工可以拒绝加班 可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 你说可以拒绝劳减会落实 然后这些雇主会给付加班费 可是他们实际上看到也不是这样 所以在不相信政府可以去直接的去执法 可以去落实执法 不相信政府会落实劳减 不相信有这么好的老板的情况之下 员工不信任你这个一例一休 能够达成民进党所想要达到的 那个理想的状况的时候 劳工是不信任也不能接受的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骂民进党也骂到蔡英文 现在说是发夹 发夹音等等 就是开始骂我们民进党的时候 我觉得民进党也要去开始检讨说 不要变成像过去国民党 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是对劳工有益 并不是说是要牺牲劳工权益 可是问题是怎么样让劳工信任 怎么样去达到你的共识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因为蔡英文一直坚持是最会沟通的政府 那显然在这件事情上 你的沟通完全没有效果 而且现在会让民众一昧的反弹 尤其是劳工在多数上 我想民进党所有的委员 不管是我或是其他委员 大家都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在这件事情上 那有没有需要陪下整个民进党 那对民进党而言 其实这件事情到底在捍卫什么 因为民进党过去坚持就是劳工的权益 可是你是要怎么样劳工相信 你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劳工的立场 因为现在显然多数劳工是不相信 绝大部分 觉得说我们在帮资方 那对我们而言 我们干嘛去帮资方 尤其是我们是议员 我们跟资方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说帮资方很奇怪 如果帮资方 为什么要把加班给提的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当议员 刚刚那个吴委员讲说 我们会接到很多陈情 其实我接到大部分都是劳工的陈情 比较多 那这些劳工的陈情 有的就是像保全业 大家都知道保全业也有 那个工时的上限 可是雇主就会叫你签一个自愿加班 这个同意书 或者是说你去劳检 他有AB班表 A班表就是劳动局在检查的时候 我完全都是合法合格的 都有好几组人在轮都没有超过 可是B班表真实的就是 同一个劳工连续上班七天 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民进党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让劳工相信说 我们如果真的是推行一例一休 这样一个有弹性的做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保证不会发生AB班表 不会发生说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子的方式 那你要怎么让人民信 如果劳工能够相信政府能够落实劳检 然后落实让这个雇主确实给付加班费 能够保障 我相信大家可以接受 还要相信这个 所以对啊就是现在大家 任政務院长提名 人家就是信不了了 怎么会信呢 所以就是大家现在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 OK来 季委员 怎么看现在民进党的党内护打 我现在一个在野老百姓的看法 其实执政是相当辛苦的 之前马云九总统讲过 完全执政完全负责 那现在民进党感受到这股压力 说实在的 我以前当过一个小乡长 就有一种感觉 你只要执政 一定会得罪人 就是你在执政一段时间 你得罪多少人 那相对你恐怕要赢得更多人的支持 才有办法把这个反对的力量 至少是balance 那西洋有去愿意讲说 再好的风 也不会说每个人出来 都觉得很舒服 到底是一个立架 一个休假 或是就是两立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说哪一样对老公好 我敢这么讲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有些喜欢吃素 有些人喜欢吃蚊 阿公要煮 阿嬷要煮 这两个小帕都破诊 我相信主张两立一定有 但是这声音很大 所以我要讲说 你就知道了 即使在打江山的时候 要当反对党很容易 有人形容约翰勾剑说 场景污嘴 可共犯难不可共安逸 共犯难很容易 共同想做权利的时候 我跟你讲 问题就来了 现在就是在共安逸的时候 我觉得问题才会开始